大家好,我是千千 我們現在人在台中西屯 銅龍路上 你現在看到的銅龍商圈 就是如畫面的這一點點而已 最主要是因為這裡早期是水南機場的關係 建築物都有限高 所以這邊建築物都是以別墅為主 在我們的旁邊還有銅龍黃昏市場 往前兩分鐘就是愛滿水南商圈 水南經貿區也在這邊 我們大樓旁邊 台中巨蛋也正在興建中 74號道,國道1號也在旁邊 交通生活重大發展,我們都有了 今天我們有一個三房加機上車位的房子 我們現在來看 這一路一樣都是以住家為主 商家少許 所以環境比較乾淨單純 2號 1號 2號 5號 4號 6號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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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號 5號 5號 河 到囉 就是前面這棟樺下 不予新天地 屋林三十年 垃圾子母车在这门口 管理室旁边就是车道 现在进来看啰 大楼是24小时管理 每个月的管理费是1704块 接着我们从3号第一上楼 总楼层七楼 我们在4楼一层三户一步电梯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一户 大门朝东北 一进来就有入门悬光 放置鞋柜都非常的容易 悬关的铁窗跟雨泽采光罩都有做好了 不过采光罩有破损 所以我们之后还要再更换 悬关看出去是面对大楼的中庭 落地窗朝西北 总建坪35.9平 室内加阳台空间就有28平 三房两厅两位浴 客厅只使用层板灯 虽然没有主灯 但室内明亮度是够的 落地窗跟窗帘都是旧的 室内的墙面都有刷上新漆 飘高2.6米 沙发到电视墙的间距是3.2米 电视墙面的柜体都是原本就有的 电箱的地方在这边 房子原本的地砖都维持得不错 只要稍微清洁都可以继续使用 客餐厅到格栅的空间就有5.8平 餐厅区的部分建议摆放四人桌 上方也是使用层板灯 接着我们先看主卧房 主卧房进来之后 他在浴室的前面有做了一组 倒顶的收纳衣柜 这个都是原本就有的 维持得很好都可以直接再使用 主卧房铺设耐磨地板 主卧房布含卫浴空间就有4.8平 双人床的床头就是摆放在这边 在我的左手边的这个部分就是放化妆台 墙面的部分它是大面开窗 相当的明亮空气流通 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做矮的收纳柜体 铁窗跟采光罩都有做好了 不过采光罩有破损 所以我们之后还要再更换 看下去是大楼的中庭 这个孔洞是冷气的管线 灯具都是旧的 这边也是使用层板灯 主卧房的卫浴有部分更新 洗手台有换新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房间 第二个房间的空间就有2.6平 灯具都是旧的 窗户是朝东南 窗户与遮铁窗都是旧有的 我们跟对面的东具就有5.8米 南北向开窗的房子 室内特别通风 来看我们的公用卫浴间 它有全部都整形过了 接着来看我们的第三个房间 如果它是完整的空间有2.2平 但是因为它做了旁边的走道空间 方便独立进出阳台 不用再经过房间 所以房间的空间就被压缩了 空间的话比较适合做收纳间 或者是单人房 只能放床跟衣柜 它的隔间都是用玻璃去做隔间 灯具也是旧的 窗户有换新的 看出去是晒衣阳台 我们来看厨房的区域 它的空间有2.5平 相当的宽敞 你现在看到的厨具全部更新了 冰箱的放置区到隔栅的近宽有77公分 这是天然气的铭管 窗户是旧的朝东南向 接着来看我们的洗晒阳台 洗晒阳台的宽度有1.3 深度有2.5 朝东南向 整天阳光都很充足 这也是天然气的铭管 那这里就是放置洗衣机 跟天然气的地方 接着我们来看楼下的车位 电梯没有直达地下室 所以我们要从管理室的旁边楼梯下去 机车位是一年一抽要付费 车位的话是在这边 机上106号 目前的售价1198万 三房又有一个机上车位 我们介于水南经贸区和14旗之间 台中的巨弹现在又正在兴建中 所以这里将来的热闹 跟繁荣程度可以预见 赶快联络我 现在就来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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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